为什么只是吃了一个西红柿,却险些要了它的命? 病人来的时候情况非常的危急,呈现了一个很严重的脱水的状态。 您家冰箱冷冻室里的食品会放多久呢? 您可知道一个月不清洗的冰箱上有多少种细菌吗?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,冰箱不等于保险箱。 平安365今天请您吃西瓜,炎热的夏季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习惯,把一些水果,包括西红柿黄瓜之类的放在冰箱里边冰镇一下,中午下班回了家拿出来,吃的特别的过瘾。 当然有一些上年级的朋友可能会说了,孩子千万别那么吃,西瓜水果在冰箱里边放那么凉,夏天又热,您一吃对肠胃不好,容易伤着人。 这可能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健康的饮食习惯,但是您知道吗? 像我刚才形容的这种吃西瓜,吃水果的方法,可能会给咱们的身体带来更加意想不到的严重的伤害。 这西红柿啊,是我最爱吃的蔬菜,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,可是前几天发生一件事,差点没要了我的命。 半月前一天午饭后,宫女士将一个足有半斤重的西红柿切好,用白糖调好,放在冰箱里。 三点左右,宫女士将冻得很凉的西红柿拿出来吃了。 两个小时后,宫女士觉得胃不舒服,接着开始拿肚子,并且还有呕吐。 她以为是一般的胃肠不舒服,就强忍住没有去医院。 没想到,肚子越来越痛,之后全身冒汗,甚至昏厥。 家人健壮赶紧拨打了120,将她送到医院急诊科。 这个病人当时是我来接诊的,病人来的时候呢,情况非常的危急,呈现了一个很严重的脱水的状态。 那我们立即为她建立了液体的通路,尽快的补液,解经,止痛,保护颜膜,还有抑制胃酸的药物。 很快这个病人就转为为安了。 那经过发现她的大便呢,提示是一个沙门氏菌感染的一个肠炎。 那这个病呢,非常的危急,如果不及时送过来,甚至会危急到生命。 医生在了解宫女士进食的情况后,告诉她是生吃西红柿中毒了。 这可把宫女士吓坏了,怎么生吃西红柿也会中毒呢? 结合到我们这个病人呢,她为什么会出现西红柿的这个中毒? 那我分析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。 一个是呢,她这个洗的还是不够彻底,没有完全把这个表面的细菌清洗干净。 另外一个很可能呢,就是她的冰箱。 冰箱里面可能存有一些时间比较长的一些高果蔬菜。 它上面有一些细菌的污染,把我们这个西红柿呢,这个也沾染到了细菌。 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吃了这个西红柿以后呢,就会出现沙门氏菌的肠炎。 冰冰凉凉的西红柿,外边大太阳地儿,您回家拿出来一个吃,这都过瘾的事啊。 可是没想到差点吃出人命来。 当然,人家专家也说了,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边的致病菌所导致的。 表面上看起来,咱这冰箱挺干净的。 很多人都喜欢这样,水果蔬菜放进去,拿起来就吃。 可是殊不知这里边有很多咱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。 那么接下来咱们通过一个试验让大家来看一看, 这些平时您并不在意,可是可能会伤害到您身体健康的小病菌。 细菌在冰箱里还会繁殖吗? 冷冻室是不是会把细菌冻死呢? 接下来,我们的记者带着您走进微生物实验室, 请继续收看平安365,冰箱不等于保险箱。 为了取样,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宫女世家, 并对她放在冰箱中的西红柿进行了采样。 我们把室温下没有放糖的西红柿做一号样本。 把冰箱里没有放糖的西红柿做二号样本。 把室温下半了糖的西红柿做三号样本。 把半了糖但放在冰箱的西红柿做四号样本。 拿着样本,我们来到了武警总医院检验科的微生物实验室。 专家对我们收集的西红柿做了采样培养。 经过48小时的细菌培养,我们来看看结果吧。 一些细菌培养出来以后,鉴定一下都是什么细菌。 我们经过那个图片以后染色,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份标本里都可以剪出格兰式阳性球菌,格兰式阳性杆菌,格兰式阴性杆菌,还有针菌。 这一号二号是凉拌西红柿,这是放着室温的,细菌明显的比放在冰箱里面要多。 糖半的西红柿呢,不管是放冰箱还是放室温,细菌又长了很多,大约增加了一倍。 说明这个糖半容易,是细菌滋生。 从1910年,世界上第一台压缩制式的冰箱诞生,到今天,这电冰箱成了家家必备的家用电器了。 而且您到街上一看,这冰箱体积是越来越大,单开门,三开门,对开门的,甚至最多有七个门的。 我们会发现现在冰箱啊,个头越来越大,我们藏的东西越来越多,而我们储藏食品的这个时间也就越来越长了。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,这个冰箱就被很多人当成了一个食品的储藏柜。 甚至是保险箱,这种观点啊,可千万要不得。 大家一般都认为,细菌在冰箱里面是不可以得到生长和繁殖的,其实这是一个误区。 那据我们现在所知呢,细菌根据它对温度的敏感度可以分为室热、室温和室冷三个类别。 那对室冷的这种细菌,它在我们的0到4度冷藏室这个环境里面,它非但不会被抑制, 它还会继续的生长繁殖,沾染到我们这个冰箱里面的食物,导致食入这些食物的这个人呢,发生肠炎这些状况。 同时呢,冰箱的冷藏室的温度是于这个酵母菌和黴菌的生长,其中的这些青黴菌啊,取黴菌啊,都可以产生菌毒素。 这些毒素长期的被人食入以后呢,导致了慢性中毒,另外呢,还有可能导致这个癌症的发生。 刚才啊,咱们说完了这冷藏室了,下边就说说这冷冻室。 冷冻室呢,温度更低,很多人呢,喜欢一周出去采购一次肉啊,很多速冻的食品啊,往冰箱里面一放,可这一放有时候就忘了吃了。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冷冻室里放的东西啊,恐怕拿出来一看,呦,都好几年了,这样东西还能不能吃? 那么这个冷冻室里放着的这些个食品,到底应该放多长时间? 咱们接下来先到街上去问问大家伙。 两个月左右吧,那还不是算半年? 冷冻啊,更长应该半年一厘吧。 最长也就一个月。 早不解冻18度的话,您放多久的话,也就是两月。 有个一年多,一年多吧。 有半年多。 为了获取更多的冷冻食品,我们的记者直接入图采访。 收罗了大家的冷冻室里,放置时间不等,品类不同的食物。 羊肉割了半年了呀,我踩个样吧。 带着这些视频,我们再次走进了武警总医院微生物实验室。 我们特意把这份冷冻了半年的羊肉进行了采样培养。 来听听专家的解读吧。 这是冷冻半年的羊肉培养的结果。 我们刚才图片看到了细菌种类很多,有球菌、杆菌、霉菌等等。 一般老百姓认为好像在冷冻室里就能把细菌杀死。 其实不然。 从医学的角度看,保存细菌温度越低,细菌存活的时间越长。 我们一般在实验室如果保存细菌,都在-80度保存。 正向专家所言,我们的冰箱的冷冻是那些个病菌细菌, 它们要达到零下80摄氏度以下才可能会休眠。 可是问题就在于它们并没有死。 只不过用老百姓的话来讲,它们就不再滋生繁殖了。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,我这手里面有一个温度计。 现在冰箱外面的温度是26摄氏度。 打开之后来看一看变化。 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学过物理,越往下,冷空气基本都是聚集在下层的。 那么在最上层的冷冻室,我们来看一看。 5.6,内部的温度是零下,零下6。 第二层,零下14摄氏度。 第三层。 16,刚才有一下17,零下10。 现在因为里面放的东西比较少,是零下15摄氏度。 平均下来大概也是零下15摄氏度左右。 所以按照我们专家所说的,这个温度远远不能够让病菌停止繁殖,让它休眠。 所以你想象一下,这里面所有我们冷冻的这些,包括肉啊,一些速冻的食品, 其实那些病菌还是在不断的繁殖的。 所以,这下您知道了吧,为什么不能够把我们的冰箱,把冷冻室当作保险箱。 冰箱的冷冻室呢,也不是完全安全的。 那去我们研究发现呢,这个细菌的这个数量,随着冷冻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多的。 我们发现冷冻四天的肉类,就拿一斤的肉来说,它上面的细菌能形成的菌落数大概有3.3万个。 那如果就是冷冻两个月以后呢,这个上面的菌落数就能达到7.3万左右了。 那如果这个肉要冷冻超过半年,那这个菌落数能达到15万个细菌菌落的这么大的量。 所以呢,这个冰箱里面的东西尽量短的时间保存,细菌呢,也就不会过多的去繁殖。 很多家庭食用的冰箱,很少进行认真的清洗、消毒。 反而为细菌的繁殖创造了条件,会污染食品。 吃了这种被细菌污染,而又被煮透的食物,就会染上冰箱肠盐。 那么我们家里的冰箱里会有哪些细菌呢? 我们采了药,让它们在实验室的显微镜像献出原形。 这三份标本呢,是我们采集的冰箱内壁,还有冰箱的门,还有冷冻室。 同样检测出了大量的细菌。 这些细菌也是有球菌、胆菌、还有霉菌。 所以我们应该定期的清洗冰箱,防止这些细菌污染我们的食物,引起那个交叉感染。 我们不能把冰箱当成保险箱。 冰箱呢,是我们每天存放食物的地方。 但是您知道吗?看起来好像挺干净的冰箱,里边其实是藏无纳垢。 根据一项研究发现,这冰箱里边每平方厘米这么个位置,大概就有8000多个冰均,远远超出了这个正常值。 那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,我们每天把这个食品放在冰箱里边,其实是非常讲究的。 它摆放的位置,甚至摆放的顺序,都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。 下边咱们就来学习一下,这食品到底应该怎样科学的摆放在冰箱里。 冰箱里的食品该如何摆放? 我们又该如何清洁冰箱呢? 请继续收看平安365,冰箱不等于保险箱。 这个食物在冰箱里的摆放,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。 我们的剩饭,剩菜,就应该放在冷藏室的上层。 那鸡蛋呢,最好就放在下层。 比如说蔬菜啊,水果啊,应该放在冷藏室下层靠门的这个地方。 甚至还有一些冰箱,比如有零度的保鲜的这个位置,这是最好的。 那熟肉的这些制品呢,最好用保鲜袋包好,放在上层了。 那我们这个猪肉呢,像这些肉类,就最好放在冷冻室的下层。 另外这肉类一定要注意, 千万不要反复拿出来解冻,然后在冻上,吃不完在冻上。 那我们建议呢,最好刚买回来猪肉的时候,按每次你大概吃多少, 就是切成小块,然后分别的包装。 这样的话就能进大可能避免交叉的感染, 还有像这个反复解冻导致的这个肉类的这个快速的损坏。 还有呢,我们还要提醒大家,一定要注意做好冰箱内部的清洁。 在清洗的时候,主要注意以下几个部分。 首先呢,我们一定要先记得切断电源,这是很关键的一步。 另外呢,我们切断电源以后,我们可以用湿布, 沾上一些实际用的这个洗洁精,来清洁冰箱的内层。 一定要注意,不要用洗衣粉、去污粉、华氏粉等这些洗涤剂。 因为这些洗涤用品呢,可能会损害这个冰箱内部的塑料的零件。 清洗以后,然后用尽量多的清水,重复的擦拭。 第三步呢,就是除霜这一步了。 那我们在放入冷冻室物之前呢,一定要在这个冷冻室里浮上一层塑料薄膜。 然后,凭借这个冷冻室的冷气,就把这个薄膜给贴附住了。 然后呢,放入食品来冷冻。 那除霜的时候,这时候这个薄膜就起到作用了。 我们把这个冷冻的食品一走,然后只要把这个薄膜一接掉,就可以很快地进行除霜了。 今天我们讲到了冰箱的使用的话题。 相关的话题,平安365之前啊,王小蕾,我们的节目也提醒过您。 现在呢,这个天气越来越热,很多人家里边,您打开冰箱一看, 里边塞的满满灯灯的,什么东西都有。 为了您的身体健康,我们今天还得再给您提个请。 千万别把您家里的冰箱当作了保险箱。 休息一会儿,来看我们今天的危机一刻。 2013年6月8日早晨,安徽省四阳市影像县发生了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情。 一辆黑色轿车,撞进了路边的民房中,两名司机却在车内睡了四个小时,才被屋主发现。 两名男子半躺在车内,浑身酒气,正在呼呼大顺。 周围的群众对此,也在议论纷纷。 原来当天夜里当地下起了暴雨,村民以为车辆撞击声是打雷,没有在意。 由于两人昏睡不醒,安徽省富阳市富南县消防大队的消防员决定,先将两人抬出去。 但直到被抬上救护车,昏睡的两人仍没有醒。